哦,嗨,请问你有没有兴趣?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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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吧,谢谢你 什么来的? 哦,这个啊? 这个是我们配的圣诞节新处的product 它是... 有什么功能? 用了皮肤可以变好的啊? 呃,皮肤会变好的话 是要去打针还有挣脉的 不过呢,用了这个我们product过后 它是可以帮你... 啊,不能就算了啦 我没有那个美国时间给你好 哦,好吧,谢谢你 不过哦,这个多少钱啊? 在圣诞节有出promotion,255块一瓶哦 255? 很贵耶,我还不如去买那个什么brand的东西哦 嗯,是哦,好吧 谢谢你 你没有要继续说服我的意思? 你都觉得很贵啊,如果我再继续说服你的话 你也只会觉得我在洗脑你而已啊 哪有销售员像你这样子的哦 What? 哇,你这个销售员性格很脱俗 不错不错 我决定要更加了解这个产品 蛤? 我没有想到剧情类这样子发展耶 蛤? 哦,没有啦 我的意思是这个东西呢 它是可以帮你的皮肤做保湿 而且哦,如果你用了这个过后咧 嗯,可是我皮肤敏感哦 我对你这样的顾客有时候也是蛮敏感的啦 蛤? 啊,没有啦 我的意思是很多像你这样子有这种情况的顾客 都是皮肤敏感的 话说你是敏感什么 哇,我对我的东西敏感哦 我对中药敏感的话是敏感 芋头敏感 啊,有时候对你的男人也是敏感的 不过呢,我们的products 这个是natural ingredients啦 所以呢,你不用担心它的成分里面 就是会natural ingredients 哎呀,听到都闲了啦 每次都用了都不会好了 你看我的皮肤 哎,by the way,我买这个哦 有送什么free gift哦 都要多一个100块 你就可以拿到free gift还有奖去哦 哎呦,还要买到100块才能送free gift啊 你直接送我啦 哎呀呀,不要回答你了啦 我打电话给我男朋友问他有没有买 嗯,好吧,谢谢你 哎,baby 哎,我问你,那个东西哦 255块哦,你觉得逮吗 又很贵,但是我又很想要耶 OK啦OK啦,拜拜 嗯,难道就是这样子咯 跟他讲,我要买还就买给我了咯 嗯,那你咧 你男朋友圣诞节要送你什么东西 呃,没有 蛤,你圣诞节要做什么 圣诞节?有什么好过的咧? 我都要做工啊 而且不只是圣诞节啦 很多节日哦,我都觉得只是借口罢了的 很像啊,可以不用读书的借口咯 然后又可以熬夜看韩剧的借口啊 然后呢,明明就是已经要吃土了 然后还是硬硬要去吃大餐的借口啊 而且还是有些人啊,就是那种 克制不了冲动,要买买买的借口咯 你讲的这些,全部都是负面的借口 其实,也有正面的借口啊 好像可以趁机一个没有聚会的借口 情侣之间可以互送小礼物的借口 甚至跑开压力的借口 对于那些不擅长爸爸自己情感的人来说 也是一个可以打电话去关心家人的一个借口啊 因为人生呢,是需要有一点仪式感的 当然,不需要节日的衬托 只要你开心,天天都可以是节日啊 辛苦了,圣诞节也要好好休息哦 就算你这样跟我讲,你还是要多奥到一百块 你才可以拿到Piggy Pile voucher哦 好了,给你拆一下这个,你拆一下好了 拜拜